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人公是一个小婴儿 他刚刚出生三个月 却有很多人为了抢他 上演了一幕幕的争夺大战 躺在婴儿床上的这个孩子叫清明 守在旁边的是清明的妈妈 因为不会说话 大家都叫她雅女 清明的出生很不寻常 她是在这个大院里的白色沙发上生下来的 孩子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出生了 住在一个大院的邻居们都很高兴 还有一个人也很高兴 她就是孩子的养父老黎 老黎名叫黎北盛 今年53岁 从农村来到江西守夷丰县打工 已经很多年了 几个月前 老黎从附近的大桥底下捡回了一个人 她就是雅女 当时雅女已经怀孕了 那是2012年3月的一个月板 天还很冷 老黎和朋友打着手电筒 到桥下找到了雅女 老黎和朋友们都租住在这个大杂院里 听说桥下有个怀孕的流浪女 朋友们建议老黎去看一看 我说去看一下 去加她们手电筒去看 我就看到外边 说可以 可以可以带她回去 没有人知道雅女是从哪来的 以前一直有人看到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 拉着板车乞讨 车上就坐着雅女 很老很老的老头 拖着她反正就是下雨 刮风就在这个 就在那个板车上面 好像是前后有六个人才 你见过是吧 对她的那个老头哪去了呢 那就不知道 对着她干什么呀 是她在路上乞讨还是 没乞讨 反正她走路很慢 就是过棚里的扭车 都要将近半个多小时 就是了 大概就要这样样子 就在老黎找到雅女的十几天前 人们发现 拉板车的老人不见了 只有雅女一个人 一时没有着陆 大家看到老黎生性善良 有无儿无女 都劝她把雅女带回家 你能听懂我说话吗 你是哪个人 你是老黎人 家在哪 你是老黎人 她不是酒包啊 雅女不光不会说话 质地也很低下 再加上腿上有残疾 只能扶着板凳走路 刚被老黎捡回来的时候 她浑身又脏又臭 捡那个女生 我就拿这个锅锅 捂着她下 明明她板子 捡回来没吃饭 她拿着鸡蛋拿给她 听你去洗澡 我就拿个衣人衣 拿着给她 第二天就跟她洗了个澡 然后拿一件鸣铢给她看 捡进那个学校好重 一身好重 捡进来的时候很大 老黎的姐姐告诉记者 老黎身高一米八 年轻的时候 也吸引过不少姑娘 可是她十九岁的时候 得到脑膜炎 后来就一直没能取上媳妇 老黎的姐姐也曾想过 帮她找个身体 有点残疾的女人 做媳妇 可是家里的长辈们又不同意 在不都啊 我妈妈不同意啊 其实我这个身体祖母 其实不同意啊 其实我她伸不佛啊 那个好的找不到 那个没有人叫 交给她 当时老黎拉着平板车 把搭着肚子的牙女带回了家 也遭到了兄弟姐妹们的强烈反对 家里人都觉得老黎靠打工养活自己都很勉强 现在五十多岁了 再养活一个老婆孩子 恐怕心有余力不足 扭不过家里人的反对 老黎捡回牙女的第三天 又把牙女背到了民政局 民政局了解情况后初步判断 牙女不是本地人 由于没有身份证 也无法安排住进福利院 民政局救助了牙女二百块钱 老黎又把牙女领了回来 清明就是在牙女住进大院 两个月之后出生 他的名字还是老黎给记的 黎清明 什么意思呢 清明头一天 清明头一天什么呢 这小孩孩子 今天咱俩 咱俩也不得学 小孩带大手 老黎在工地上干活 有时一天能挣一百块钱左右 而牙女什么事也不会做 老黎累了一天 回家还要做饭洗衣 我现在一个人养了 我现在一个人养了 一边养了三个人 来等多少钱 两百多块钱 一桶 一桶 要两桶 尽管这样 老黎还是心甘情愿地养活着牙女和他的孩子 看到老黎下了决心 亲戚们也就接受了牙女 为了给牙女一个更好的家 老黎准备正式和他结婚 正经过日子 再把亲民抚养成人 可是就在2012年7月13日那天 又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有人把刚刚三个月大的小亲民给偷走了 那天中午 下班回家的老黎刚进院门 邻居刘师傅就冲他喊了起来 原来那天11点半左右 邻居刘师傅要去做饭 看到牙女坐在门口 亲民被放在摇篮里睡觉 没想到 转身炒菜一会儿功夫 就发现亲民不见了 大家正急得不知所措的时候 老黎的姐姐赶过来了 她说 刚在街上碰到一男一女两个人 抱着一个孩子正式亲民 我就拿着这个女个问 你抱着我弟弟的小孩 你说怎么样 他说这是民政局的 抱着小孩去 剪头发去发电 打避风筝 我去外来 放好地宝 放好富凯 这些民政局的人 我就看到这个龙哥 就过一代嘛 就有一点点伤心 老黎姐姐说 和她说话的女人40岁左右 几天前还在老黎家 住的大院里出现过 而怀抱孩子的男人50岁左右 有点谢顶 看起来像个干部 老黎姐姐将信将疑的 往前走了几步 也就一愣神的功夫 那一男一女 已经抱着孩子没得踪影 老黎姐姐这才觉得事情不妙 赶紧往老黎家赶 一进门就看到邻居们 正七岁八舍的议论着 好几位邻居证实 院子里确实来过一男一女 邻居们说 有一男一女今天一大早 就来看孩子 还试图想把孩子抱走 现邻居不同意抱着孩子 那一男一女 就把心灵又放回了摇篮 一直到中午 大家纷纷准备做饭 那一男一女还没有走 老黎仔细查看 发现放在床下的孩子 出生证明也不见了 老黎马上报了警 警察开着巡逻车 带着老黎在街上兜了好几圈 也没有见到抱走孩子的那一男一女 邻居们又帮忙到民政局查门 抱着一线希望 看是不是真的有工作人员 去过他们大院 民政局有五位女性工作人员都不是抱走孩子的那个女人 几天前来看过孩子的那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 大院里的邻居们都见过她 因为来了三天啊 好大的台游呢 那个高温的时候啊 那个好乐的时候啊 那个中午又来了 那上午园子又来了 那个女人每次来都在清明和雅女身边转悠 当时只有几个邻居随口问过那个女人几句 但是谁都没有警惕过 我就问她 我说你是她的亲戚吧 她又不自身 我又问 我说你是她的亲戚吧 她又不自身 她提三次 我说你是她的亲戚吗 是 她就说这样 是 对我们就没什么反应 亲戚就没什么反应了 这回邻居们凑在一起一分析才发现 那个女人的话全是谎话 她要真是雅女的亲戚 怎么会不告诉老黎呢 大家后悔没早觉悟 竟让人大白天 当着孩子妈妈的面抱走了孩子 到底抱走孩子的两个嫌疑人是什么人呢 他们会把孩子带到哪呢 警方让大家好好回忆一下 有没有什么线索 这时老黎的姐姐突然想起一个人 就在几天前 有一个好心人也来看过孩子 现在想想 那个好心人身上也有疑点 那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 她来后热心的帮忙照顾孩子 还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 并且送来了一大包旧衣服和一个奶瓶 当时十几岁的小女孩对好心的女人叫妈妈 还告诉老黎的姐姐 这个奶瓶是妈妈推销奶粉的赠品 老黎姐姐怀疑那个好心人的原因是 就在好心人来过两天之后 那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又来了 这一次小女孩却是跟着偷走孩子的女人来的 而且看到两天前送给清明的小奶瓶 小女孩还多说了两句 让老黎的姐姐印象深刻 一个奶瓶暴露出嫌疑人的行踪 孩子被送到谁的手中 他们为何会落得鸡飞蛋打 孩子能否回家 牙女和她的孩子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警方通过小女孩的话分析 好心人和抱走孩子的女人应该有亲戚关系 而且那个好心人应该是个卖奶粉的 找到好心人偷走孩子的女人就应该能找到 警方决定从这个奶瓶寻找突破口 为此警方到县城卖奶粉的几家超市做了调查 这哪里会有这个奶瓶 这个奶瓶是太子的奶瓶那个争品 你看太子的系列奶粉这上面都有 因为它争品上面它产家标的这个 有字在上面有标记的 卖这种牌子奶粉并赠送奶瓶的超市 在县城只有一家 推销员也只有一个 警察找到了这个女人 这个推销员叫熊丽芳 她承认自己带衣服和奶瓶去看过亚女和孩子 她说她是在街上听大妈们说 老黎收留了一个流浪女 还生了一个孩子 出于同情就带着自己的女儿去探望 但是兄弟方说她家的亲戚很多 至于后来女儿又和谁去过大院 她并不知情 她的女儿现在还去了外地 我们判断这个女的肯定跟这个样子 可能有一定的关联 我们就把这个女的家庭关系 兄弟姊妹还有这个小姑子 这一类的人员 把她的信息资料全部调出来 调出来让那个李某 还有那个 她那个林 左林右舍去辩论 警方根据户籍信息 将熊丽方所有的女性 亲戚的照片打印出来 给大院里的邻居们 有没有那个抱小孩的难民 那有没有 抱小孩的难民 抱小孩的父亲就是这个的 就这个吧 三号吧 三号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我这个 还有一个三号吧 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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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生女 是穿着的 他是 没有做好 就是好生剪的那个剪 剪了一点头发 这么做 没有砸头发 没有做头发 剪的那个短头发 剪的短头发 是的 剪的短头发 这个脸形像吗 是 脸形通通的 就是很健健的 就是这个女的吧 是 邻居们很快就都指认一个人 她是熊丽方的姐姐 叫熊庆方 十年前远嫁到了外地 但是近几天 却在宜丰县 探亲 听说 2012年7月15日那天 熊家有亲戚 正巧扮喜酒 警方决定到那里去找她 我们敲个门以后进去 当时她就紧急了 她就用 用 用 用我们说的那种扇子 折到她的脸 她也不说 我们问她叫什么名字 她说叫王燕 她自称叫王燕 我们通过了个照片 一比对 应该就是她 自称叫王燕的女人 其实就是熊丽方 开始 她不承认有抱走孩子的事 直到看到老黎和她姐姐 知道事情无法隐瞒 她就马上哭闹起来 说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救孩子 说好人 做好人 好人 做得这个样 真的是 她说的我都说了 我没有遍 你们在哪里 都没遍呢 熊丽方说 自己是听了街上一些老人们的闲言 才注意清明这个孩子的 这些老太婆 这些阿姨讲的 小孩子实在可怜啊 整天晚上一天到晚都哭 好多好多个晚上都是睡地板上面 实在可能真的是可能 这一条命都会脱死掉 熊丽方的话 让老黎和邻居们很是生气 大家都证实 老黎一直对哑女和孩子很好 还特意给孩子买了婴儿床 和许多玩具 而熊丽方又说 她抱走孩子 其实是受一个朋友委托 自己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我绝对没用到她一分钱 我可以说 那这个小孩 你拿到钱了吗 我没拿一分钱 我一分钱都没拿到 但是警方后来调查 熊丽方偷孩子之前 一共收到八千块钱 给她钱的 就是那天跟她 一起去大院的那个男人 叫仲晓东 熊丽方说 当时他们两人抱走孩子 就在街上碰到了老黎的姐姐 慌不择路 仲晓东抱着孩子打车离开了 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他也不清楚 警方觉得事不宜迟 决定马上追回孩子 仲晓东的家 在江苏阳中市 警察找到了仲晓东所住的村子 他说他城里有个房子 自己坐在一层 因为不晓得 那个人也不知道他讲的真还是假 没来过 他不敢 他过来 在村口正巧碰上了仲晓东 将他抓获 江西的宜峰县公安局 刑警到队 宜峰知道吗 知道吗 去过吧 知道 去过吧 你自己想一想什么事情 仲晓东58岁 是仪表推销员 一见到江西的警察 他马上明白 是为了孩子被偷的事情 他为自己辩解说 这次偷走孩子都是熊庆芳教唆的 那我又不知道他是偷人 我也知道偷了的 我竟然也不做这个事 我杀到我头也不过 我要看那个女的 我真的要一刀砍死他 害人 仲晓东说 自己的一个朋友想收养孩子 2012年7月 熊庆芳告诉仲晓东 老黎家有个男孩 长得白净又健康 他专程从江苏赶到江西去抱孩子 到了老黎家他才知道 老黎家并不同意抱走孩子 虽然仲晓东极力为自己开拓 但是邻居们都证实 仲晓东和熊庆芳一起在大院里待了很长时间 最后陈邻居不在 偷偷抱走了孩子 并且仲晓东抱走孩子之后 又辗转到江苏镇江的火车站 收取了朋友两万六千元钱 把孩子交了出去 仲晓东说 他的朋友就住在阳中市一个村子里 孩子被送走之后 情况怎么样呢 警察局定 马上盖着仲晓东去找买孩子的人家 这家人在当地做生意 警察一进门就看到清明正在河南 警察向男主人说明这孩子是偷来的 男主人当机表示 愿意到派出所去一起说明情况 有个人都说明情况 要不然你是不是 这个人说你我自己在 他没说 他没说 他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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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来 说情的情况 一位当地派出所的女警接过了孩子 虽然被从江西带到了江苏 经过了近六百公里的长途跋涉 秦明看起来倒还精神 瞪大了小眼睛望着大人 看到女警要把孩子抱走 刚刚和孩子生活了三天的女主人 一时接受不了哭了起来 原来这家里本来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儿子 不久之前意外的死亡 因此男主任和妻子才想要收养一个孩子 仲晓东在把孩子送给他们的时候 还写了保证书 说孩子的父亲是因为家里经济困难 自愿把孩子送人的 以后也不会有任何人来认领 但现在看来 这保证书不过是骗人的一纸空文 抱着孩子 一封警察马上踏上了回城 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刘勇负责抱孩子 平时因为工作忙 他在家很少抱自己的孩子 这一路上他抱着小清明 始终小心 当车开到南京的时候孩子已经很少哭闹了 似乎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回家了 经过了十个小时的车程 2012年7月18日晚上21点 得知消息的老黎早早的就等在刑警大队门口迎接着 他看起来很紧张 这时候牙女已经睡了 老黎没有叫醒他 大院里的左邻右舍都来了 跟老黎一起放下了鞭炮 孩子安然无恙 又回到了妈妈和他养父的身边 熊庆芳和仲晓东 现在涉嫌拐卖儿童罪已经被刑事拘留 他们将接受法律的审判 清明 这个只有三个月大的孩子 在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 又重新回到了大院 现在邻居们对这个小生命更加关心了 每天都有奶奶和阿姨们 代替妈妈给他洗澡喂奶 希望这一次 这个孩子能真正幸福快乐的长大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天的说法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 中央电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